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一个功课要摸上好半天 坐不住 老师常常抱怨孩子在上课的时候 东张西望跑来跑去 非常的调皮 其实这一些的问题 零零种种可能有的 常常会被老师写联络簿 甚至要求 老师要求你带孩子去评估 当家长有这一连串的疑问说 为什么现在孩子越来越难带的时候 其实家里是不是有导弹鬼 那这个导弹鬼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帮助协助他呢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导弹 还是他有哪一些的问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会 一一的来为我们解答 很高兴为你邀请到的是 敦南儿童专注力中心 廖生光执行长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光光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观众老师今天我们要来讲说加油导弹鬼 比较偏向在于过动儿 那过动儿其实他很吃亏在于过动这两个字 我们就觉得他很好动 那到底过动跟好动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吧 基本上我们先必须要先解释一下 实际上活动量大并不代表说小孩子就是过动 那因为呢 实际上孩子实际上在四岁的时候 他的活动量都会越来越大 那基本上你只要一个星期不放他出去 基本上都可以把人家拆了 所以基本上活动量大跟过动儿 实际上是有相关性 但是并不能划绝对诊号 了解 那过动儿实际上是一个俗称 因为在医学上的诊断 实际上我们是称叫做注意力不集中 即活动量过高症候群 它简写是ADHD 那实际上它实际上有两个竞争 一个实际上是ADHD 另外一个是ADD 那两个人共同都有不专心的问题 但是一个活动量大一个活动量不大 所以实际上在过动儿的治疗上 实际上最重要是他的注意力是否集中 而并不是他的活动量 所以父母亲也关心的 因为其实你到了学龄 到了学校注意力不集中 这是一个很大的学习障碍 所以才会有以上父母亲的抱怨 老师就会反应在联络部 每天都被老师点名 每天都被老师盯着 好像我的孩子有很大的问题 其实有一些孩子他确实是需要 来到专注力这边来做一个详细的评估 对不对 来厘清你的孩子到底是正常的好动 还是有一些病态性的 那今天我们讲到ADHD 我们说他是一个过动 就是注意力不集中计 活动量过高的一个症候群 那这个简称我们说过动儿 那过动儿他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他的问题实际上他通常来说 他是一个生理性的问题 并不是一个心理性的问题 了解 是生理上面的 OK 他并不是因为小孩子个性不好 小孩子就对爸爸妈妈 而是他大概通常来说 目前比较肯定的是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大脑的 我们大脑的前额叶这边 是 大脑 我们这个前额叶这部分 是管什么 是管思考和抑制中枢的 也就是踩刹车的 因为他这边的活化比较不好 是 所以他这个冲动性就会比较高一点 了解 就很急啦 就是不晓什么都在急 所以刹车常常都踩不住就对了 就会冲过头了 对 那第二个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的大脑在神经代谢的多巴胺 他的代谢效率失常 是 那多巴胺是一种我们的专注力因子 它可以围囊我们维持我们的专心程度 那因为他的多巴胺含量 就是稍微的比较低一点点 了解 所以就导致他 就会比较容易出现不集中的情况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图片 光光老师帮我们解说一下 我们的滑鼠可以帮我们看一下 上面这一张有很多的亮光的 这个是有刺激还是没刺激 基本上来说这是在看我们的大脑 如果在代谢葡萄糖的时候 它如果消耗比较多能量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整个是红的 红的 那相反的如果它是没有消耗能量的话 没有能量的时候 它实际上就是 它实际上昏昏沉沉的 它就会变得偏蓝 OK 好 那只是跟我们大人想象相比较 实际上我们为了维持我们的专心度 我们的大脑 正常人的大脑 我们就是一片通红的 也就是特别是在我们的前额夜 这些思考区 实际上我们都是非常火化 了解 那很多人都会误认为说 那个过动了因为活动量很大 它就一直动动动动动不停 应该更红嘛 对不对 实际上没有 下面那一张偏蓝的 那个才是过动的 才是过动的 所以它等于是大脑都没有分泌嘛 就是昏昏沉沉的 对 像过动的大脑伤跟我们想象不一样 我们一直以为它是活动量过大 所以它的大脑比较兴奋 像并不是 了解 它的激转刚好是颠倒过来 它是因为它的大脑昏昏沉沉的 就很像快要睡着了 是 就比如说今天早上你要去跟老板开会 但是你就是很想睡 对不对 但是时间太赶来不及喝咖啡 这时候怎么办 还没办法玩一下手啊 戳一下脸啊 折一下手指头 提起精神 对 打死不要让自己睡 只是对于过动的来说 这些轻微的动作对它来说 还不足够让它的大脑唤醒 哦 是 所以它就只好做这种 帮行啊 跳动啊 摇晃啊 很大范围的一个 对甚至要站起来走一走啊 才能唤醒它大脑的 对 所以实际上它主要的问题是 它实际上为什么会过动 是因为它要动一下 它才能专心 哇 如果我们理解过动了 就觉得它不怪了 是 对不对 因为多巴胺这个是分泌代谢的失常 所以它没有办法正常的让它的 活化它的大脑 是 所以它等于是说它必须靠肢体行动 来促进来唤醒它的大脑的活化 对 哇 是 所以其实这样的孩子 其实我们如果给它一些事实的帮助 我们知道的这些原因 我们帮助它 其实它不会像怪物一样 对不对 不会让人家觉得说 该做的时候你就动 该动的时候你又坐着 就不会跟人家是反向的 好 那说到这个的话 我们就要来看看 其实我知道 郭中文的症状很多 是 那其实评估你们有很多的细项 才能去断定或评估它是不是属于ADHD的 是 这样子的 那大概跟我们讲的几个比较特殊 或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 基本上实际上我们在 过动额如果在判断上的话 它大概都还是会用这个 我们讲说用这个DSM-5 OK 它主要包含的症状包含了注意力不集中 然后再来就是过动和冲动 是 这几项 那在注意力不集中呢 它通常有九项 对 那 再来是它在所谓的这个 我们讲说过动和冲动 它也有九项 OK 那这两项如果都是满足九 就是各满足六项以上 OK 每一个评估都有六点 六分的话 就是比如说它这个酒 比如说它这个坐在座位上 安静坐好扭乱用去 它这边没办法达到 我们就做一个记号 对不对 是 然后呢 这后面这边是可以的 但是它会一直动不停 像马达一样 了解 如果我们在这九项当中 我们打购有六项以上 那它的风险就变得是比较高了 是 所以整个 等于是说在它不同的一个 症状表现出来 如果评估出来都有六项的话 其实就会去判定的吗 不会判定 不会判定 就是它 最重要的实际上是 这个必须要在十二岁以前就出现这样 而且它是持续六个月以上 所以要维持半年 对 半年都这样 那半年里面 我评估第一次之后 半年内还需要再做评估吗 通常不是 就是 这个主要就是一个行为观察 就是妈妈在填问卷的时候 直接跟我们讲 好 那填完问卷之后呢 我们就要变成是 她要再做很多细项的测验 了解 对 比如说她要做注意力测验 她必须要做这个感觉功能的测验 是 她必须要做眼球动作的测验 那爸妈是不用太紧张 就是第一件事情不要吓自己 对 而且不要贴标签 对 因为实际上现在孩子生的真的少 对 关注力 专注力都太集中了 因为讲实在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就只有一个孩子 对 所以我们之间讲实在 我们要比较 我们也不晓得怎么比较 是 那 如果爸妈如果真的是有疑惑或担心 我们都会建议爸妈 就是我们可以去寻求医院 特别 专业的 向你们照疗 照疗特约医院的协助 那我会跟爸妈讲说 实际上评估并不是在找孩子的麻烦 对 不是鸡蛋里挑骨头 对 而是帮你了解孩子 没错 孩子可能有特殊的需求 但是我们只要在特定的点 我们晓得了怎么协助孩子 实际上很容易 只要小小的调整 孩子后面就会变得很 那我要问到 有没有黄金治疗时期 实际上黄金治疗时期实际上是有的 黄金治疗时期 实际上在四岁到六岁的时候 是最好的时间 是 那原因是两个东西 第一个我们叫做大脑的可塑性 因为小孩子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 他大脑的可塑性比较高 对 所以小孩子在出生的时候 因为他的大脑神经连结 正在建立 正在通过 正在发展 对 所以他的神经连结 实际上在六岁之前 他基本就会定心 那等到六岁之后 基本上他就会变得比较固化 了解 实际上在六岁之前 我们在做感觉的 就是在做他的神经可塑性的调整 实际上是比较容易的 是 是 那第二个实际上是 在六岁之前 实际上小孩子 学业压力比较小 对 没有课业压力 只有幼稚园玩的而已 他并没有功课 他并没有工作 但是如果他有学业压力的时候 他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 在学业处理上 对 那当然小三 他既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你叫他再去花时间 去把这些弱的东西 再把它培养出来 了解 基本上小孩子也不太有东西 是 所以其实父母亲 如果真的你一两岁两三岁 其实在评估上面 我觉得你最小的年龄层 来评估过痘额 大概是几岁 基本上我们会建议 四岁以上会比较准 四岁以上比较准 但是如果是要抓的话 大概两三岁就可以看出卖 是 所以其实从专业人士 你们治疗师的角度上面 去评估 然后加上一些问卷的 一些辅助的话 其实就可以看到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有些人说 过痘额长大就会好 是 是这样子吗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子 过痘额实际上 它其中有一些功能是 前额叶的抑制功能 对 那我们的大脑 实际上在发展过程当中 等到十四岁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前额叶发展 会完全成熟 OK 是 所以我们就真的讲 小孩子真的有时候就是比较善 那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皮 那主要是因为 前额叶就是还没有完全成熟 所以它当然在冲动抑制能力 就比较低 只是过动了的刹车就特别弱 就是它的前额叶抑制功能力都比较弱 所以它的刹车就比别人弱 所以就会比较容易出问题 那过动了基本上来说是这样 就是如果我们就是不理它 就是完全等它长大 那有30%的人他的症状会持续到成年 所以大人也有过动症 对不对 那大人实际上 就是最近也在那边讨论上 也有成人过动的问题 但是成人过动 目前在讨论上大部分都是婚姻问题 对 因为就是他在家庭当中 比较容易有一些冲动的问题 所以大部分就是婚姻问题 是 那最重要的实际上 我会觉得实际上 过动了并不是说 让孩子长大就好 而是第一个你要先了解它 对 了解和接纳永远是协助孩子的第一步 没错 你先了解它的特律 那如果冒犯别人 我们当然需要修改 是 但如果没有冒犯别人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包容 对 那实际上对我们来说 实际上反而更好玩 就是过动了因为很疲 所以我们应该严厉的处罚 这样比较好嘛 不对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过动了最大的问题 实际上是在同理性的建立上有困难 哦 是 对 所以你越处罚 他越没有同理性啊 对 因为他觉得 他的感觉跟别人不一样嘛 今天 他明明就是不会痛 他撞到了 就算撞欧嘞了 他一点感觉也没有 他也没痛 对 那他看到别人撞到了 欧嘞了 人家蹲在那边哭 你怎么哭成这样 他就觉得好好笑 哈哈哈哈 然后他就被处罚了 了解 那我们越处罚他 越没有去包容他 他越没办法去有一个桥梁 实际上过动了需要有一个桥梁 去跟其他人接轨 了解 那实际上我们爸爸妈妈或者治疗师的角色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协助孩子发展同理性 了解 所以父母亲跟老师就是那个桥梁 对 那相反的 如果全世界人都是处罚他 没有人去协助他 那实际上他怎样长大的时候 等到青春期的时候 他出现反社会人格的几率就会非常高 真的 真的 所以我们其实多一点了解 所以今天为什么借着节目 我们让大家更加的了解 其实郭动儿他不是本身自己的 他是生理上面产生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去借着很多的方式来帮助他 所以其实现在被发现这样子 然后不管身心医学科 在专注力早疗这一块 大家都很重视这样的一个 生理上面如何去改善他 去治疗他对不对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知道黄金治疗时期 四到六岁 如果这时候父母亲也发现 孩子需要被评估 来确认一些 如果刚刚好又诊断是过动症的话 那光光老师 以你们的经验来看 医生会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一个治疗 基本上在治疗上 是要目前大概分成几个方法 第一个当然就是行为制约 就是行为治疗 行为治疗实际上很简单就是 他会利用代币制度 代币 就是有点像几点制度 奖励的 什么好保保障这些 那他就用来去强化孩子 学习良好的行为 然后去抑制他使用不好的行为 是 比如说你今天坐在座位上都有等待 你可以等待30秒 我就给你一个张 你只要每次都有等待 你就可以几张 你就可以几张 多少个张又可以换礼物 对 但基本上说使用代币制度 或者是就是让他正向的行为的频率增加 了解 实际上小孩子的大脑跟我们大人想像不一样 小孩子的大脑实际上就很像一台高速公路一样 今天这条路如果越长走 他这条神经通路就会越出 所以小孩子实际上并不是讲道理的 了解 小孩子是靠习惯 训练来的 靠习惯 也就是说他已经习惯这样做 他100次都是这样做 101次他也是这样做 了解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他的正向的行为的频率增加 他的负向行为自然就会 所以这样就带出 父母亲怎么从小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或是正确的一个道德观 其实就从这个习惯来的 实际上反而过度处罚是没什么必要的 因为你只要把良好的习惯压增强了以后 他在神经通路上自己就会去 判断 对 就会去抑制不好的行为 是 真的很棒 那除了行为的这个正向的鼓励 跟加强之外的话 还有其他的 那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在感觉统合 是 这阶段也很重要 感觉统合实际上它也是另外一种治疗方法 就是郭冬合的小朋友实际上 他们有一个特质是 他的感受系统 他的感觉系统 跟别人的感觉系统实际上是不一样 也就是说通常来说他们会 比较特别一点 他们对于轻碰的触觉是过度敏感的 对 碰触的 对 轻轻碰他一下 他就觉得 哎呀 好烦呢 是 但是你用力扒他 他又觉得 没什么感觉 是 那因为他实际上是在感觉通路的建立上呢 他的感觉跟别人不一样 嗯 因为他的感觉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呢 他在同理 了解 猜测别人感受上 他也不一样 所以这时候可能就要先想办法把他的感觉功能正常化 哦 是 就是让他的感官呢 跟别人尽量是一样 嗯 那渐渐呢 我们就可以诱发他去了解或猜测别人感受 了解 所以这一些感觉通路 其实都有很多的课程可以来上 对不对 我知道光光老师之前也有在我们节目讲过 就是说触觉敏感的小孩 是 其实从小其实就可以多一些的按摩啦 对 或是用一些你说有一些球啦 或是刷子 很特殊的 触摸他的皮肤 对不对 增强他的敏感度 是 因为目前大部分应该就是说 环境改变了以后 实际上以前我们在正常生活当中 我们有很多触碰的经验 对 但因为现在爸妈特别爱干净 所以都关在脸龙里面 对 所以小孩子都什么都不能摸 但是 因为那个触觉经验不足 对 所以他的触觉敏感度 就会变得比较高 所以风险就会变得比较高 好 所以从行为感觉 然后再从社交 对 那在治疗上呢 他还包含了就是社交技巧的训练 那社交技巧训练 通常来说是包含了 第一个叫社会规范 第二个叫做感觉察觉 第三个叫情绪推理 那实际上目前来说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我们经常会被问到 就是 明明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嘛 那为什么你要做社交训练 实际上很多时候 这是大人的误解 就是 小孩子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我们要看人家的脸色 我们一定要先看人家的脸嘛 对不对 那我才晓得 你的表情嘛 你的表情是什么 那因为他有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 所以呢 所以他不会看人家的 对 所以呢人家已经在翻白眼了 他根本就没看到 所以人家 就经常小孩子很容易得罪老师的原因就是 实际上呢 我们在做表情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叫预备表情 预备表情 实际上才是我们的真实表情 了解 那我们在社交场合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会先瞪着他 然后开口对他说 好老师好好跟你说 那请问我是要好好说 还是要准备处罚 要准备处罚 要准备处罚 因为你刚刚今天瞪他 但是他看不到你瞪他 但是他看不到你瞪他 你瞪他 他只看到你好好说 他就说你好好说 然后你就骂我 对不对 你看这个老师 然后他就跟老师杠上 那所以呢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说他在情绪察觉 这一段呢 他目前来说 他就是遗失的 了解 所以这个部分 你们也有一些方式 对 你们会透过什么样简单的方式 情绪察觉的练习实际上是还蛮简单的 怎么样 情绪察觉实际上 两眼对目吗 对不对 情绪察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们就会帮他准备很多不同的情绪图卡 喜怒哀乐 对 然后你就会让他做图卡配对 实际上就有点像翻翻牌眼 翻翻牌 是 所以要他知道说 现在这个 你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表情 对啊 比如我翻一个东西是 那我另外一个也是 你要去找出来 然后要对应到 对 那就是只是把卡通 实际上我觉得 现在小孩子真的比较吃亏了 因为以前我们看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图片 真实的人物 现在都是影像 那电视里面的 现在看的都是卡通人物 对 但如果真的小孩子表现出像卡通人物的行为 大概他就 被人家讲吧 对啊 应该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很怪吧 那 过动额他的预言表达 是不是也比较跟正常的 不太一样 那实际上在这个治疗训练当中 实际上过动额的训练当中 还有一个包含在叫做预言治疗这个部分 实际上在四岁之前 小孩子的预言能力 对 他的预言表达能力呢 实际上可以有效预期他在国小 是否会有情绪障碍的风险 风险 哦 是 因为基本上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当你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解释 对 因为老师已经 幼稚园的时候老师会在旁边一直看着你 所以发生什么事 就算你讲不清楚 老师知道 但是然后进入国小 环境变不一样了 对 老师开始事情变多了 一般有三十个人 老师没办法注意那么多 对 对 那发生什么事情呢 只能靠转述 嗯 但如果你讲述有道理 嗯 那当然讲述得到信任的几率就比较高 是 但如果你讲述得比较没道理 或者你根本讲不出来 是 那你得到的信任就会比较低 了解 那小孩子通常会有情绪问题的时候 通常都是因为被误会 嗯 被误会 所以他们的表达的语言 没有那么的完整 对 因为通常来说过动人 因为他过度冲动 对 所以他没有主知性 然后他们的描述方法 比较特别一点 他们很喜欢从 我们都是从头讲到尾 他是回了 他喜欢从 后面结果讲到尾 对 所以通常来说 整到在学校如果真的碰到问题 要跟老师解释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碰到很大的问题 了解 原来语言要训练 原来他们是逻辑性的不同 对 那这个超加训练 其实就可以改变 他的这个语言逻辑了 对 好 那最后就是 这些行为 或是从我们一开始行为治疗 这些是循序渐进这样治疗 不会一下子就到药物吗 不会 对不对 那是不是药物的介入 是以上无效 还是怎么样的方式 药物才会介入 基本上药物介入 基本上来说 我们大部分还是会建议是七岁以上 七岁以上 对 七岁以上 那基本上药物的介入 基本上应该是说 通常来说是在一个状况 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在 环境适应当中分成两个部分 进入国小以后 在环境适应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实际上是叫做 我们讲说在社交上的适应 人际 对 人际互动 那第一个是在学业上的户籍 学业 学业 那基本上你的社交如果是OK的 学业算不OK 但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它还可以为止 那相反的也是可以为止 但是两个如果都低下来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要 可能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这些小孩子 需要额外的协助 了解 让他先把他这些能力 提升来 所以当这个孩子 只有一方强一方弱 还OK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弱的加强 可是当两个都弱 药物就要介入了 对 通常来说会比较这样介入 因为 我们一次就只能努力一件事 对 好你努力做好一件事 对 是是是 那他努力要做好两件事 很难 一下这边顾好 另一边 那他就这边 对 好 现在借由药物的协助 我们把他一个东西先拉上来 对他来说会比较 所以父母亲又担心 吃药的时候又希望有药物的介入 可是吃了药又怕 孩子会不会 因为药物有什么样的一些副作用啊 或是要长期靠药物来维持 基本上来说这个 郭冬儿的药物呢 实际上它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剂 实际上它是必须要有精神科 专科医生才能开立的 所以 妈妈他们要去挂身心医学科 对 儿童的身心医学科 如果爸爸妈妈就是 如果真的比较担心 有药物需要服用的话 就是记得要挂这个 小儿心治科的门诊 然后寻求医生专业的协助 那用药基本上来说它是一个 就是它是一个需要 仔细去判断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建议 服用药物以后呢 就是搭配医生的指示 那我们就是可能做一些药物上的调整 了解 这样对孩子才会有办法 是 所以真的需要药物的时候 就是遵照医嘱 对 不要自己去停药或是减药 那这些其实他一旦用药都会 固定回诊嘛 对 医生要看你的 吃药之后的表现 有没有提升 或是有没有更不好 那可以改药 对不对 这些其实家长都可以跟你的 小儿的身心科医师 来做一个协调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家长也很辛苦 是 要照顾这样的一个过动儿 那当然家长如果认识过动儿的话 就会知道 那怎么样给妈妈父母亲 在照顾上面一些的叮咛跟提醒 是 实际上基本上来说 我都一直跟爸妈讲说 了解的实际上是协助孩子的第一步 是 那照顾过动儿只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 千万一定要避免这个 经历不协调的陷阱 是父母经历不协调 还是孩子经历不协调 实际上来说就是 带过动儿实际上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他们的体力真的就是 是旺盛 对 那通常来说我们去接孩子的时候 刚好是在小孩子最放学 最开心的时候 他经历最旺盛 是 那我们去接孩子的时候 也碰到一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刚下班 是我们体力比最弱的时候 那当这两个不协调的状态 如果差距越大的时候 实际上在亲耻冲突上 就会越高 对 没错 那 像我们现在就会建议爸爸妈妈 如果这个小孩子真的活动量非常大 旺盛的时候 甚至就是 在家里就会有一些冲突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做 生活环境的规划 OK 怎么样来规划 比如说我们就让他去 他上完课之后 留下来的那两课 我们就不要让他读英文了 去 超常跑 去做这个体能课 体能课 是 先把他的精力先消耗一些 然后我们再接回家 我们尽量把我们的 要不然就是妈妈可能就是 下班以后先去喝一杯咖啡 让自己精神好一点 是 总之这两个要达到一个 落差不要太大 然後但是回家千萬不要讓他睡覺 很多媽媽很疼小孩子 跑一跑看他累了 沒關係回家你先躺一下 不能睡覺 不能啊 要繼續消耗 對 跑完了以後 他吃完飯了以後 八點半就讓他上床 這樣是不是大家的精力 就可以比較達到一個平衡 皆大歡喜 對 這是光光老師的提議 真的 他如果睡了 真的就是天死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知道說 有些媽媽現在就是大家塞一些產品 是 你這麼好動我讓你靜下來 欸 iPad 給他 手機給他 是不是這樣子的啊 目前來說就是 我們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 雖然3C產品現在在我們 大人的生活當中是不可或缺的 是 那我也不會跟爸媽說是 完全不可以讓孩子使用手機 因為這個基本上也是不太可能 是 那 我講一個故事 就是講到我女兒 我前一陣子剛好家裡換電視 因為那個家裡電視故障 就等於換 那 來了以後大概是45吋的電視 我女兒第一件是 對 我女兒第一件事情 不是 不是去按那個懸帶器 它是去滑那個螢幕這樣 哇 現在是用滑的 不是 他以為那個是iPad 超大iPad 好可愛喔 我說是世代的問題 真的 就是說 我們這個世代大概就是 就是用滑鼠嘛 我們就喜歡用滑鼠 但是等到像我女兒 用滑的 對 他這個世代 他實際上就是 就是滑世代 他就是用手滑的 真的 那你要叫小孩子 完全不要接觸3C產品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小孩子 已經有過冬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要很注意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段一個圖片 好 這個圖片實際上是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實際上當電動電丸 實際上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當然是 我們講的所謂的就是 抑制類的 另外一個東西 實際上是暴力類的 那基本上來說 我們會建議小朋友 不要玩暴力型的電動玩具 對 沒錯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這個前面這邊 這邊實際上是我們的前額葉 它是前額葉的地方 這就是我們說過動的 比較弱的地方 在後面這個部分 在整頁這邊 這個部分是我們的視覺區 對 當小孩子在打電動的時候 它讓它的整頁 在前額葉 它的血流量會變少 是 打電動變少 對 就是在打電動的時候 因為的血 全部都會往後面 跑到後面去 跑到後面的視覺區 是 所以它視覺區 會整個是紅色的 OK 那如果打暴力型電動玩具 還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會過度活化邊緣系統 邊緣系統是負責攻擊 和逃跑反應 也就是說它的情緒起伏就會變得很大 就很大 那你想想看 它情緒起伏變大 但是它的意志功能變低 嗯 哇 那不是很麻煩嗎 這很可怕 對 那就變成它有衝動性 就會變更高 是 那當然就會可能會出現 就是有這種 不預期的聲序或情緒失控的問題 實際上並不是 是什麼 它過度 過度什麼 大腦的視覺過度活化 導致它的前額葉功能降低 了解 如果我們只是打電動 沒關係 就幫它大腦放空 嗯哼 它就頂多就是 對 發呆而已 是 但如果你打暴力型電動玩具的時候 因為你誘發了它的情緒反應 但是它意志能力又低 所以那個東西實際上是在練習小孩生氣 不是讓他練習大腦 真的是這樣子 好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要幫助過度兒 找回他的春天 對不對 今天很謝謝光光老師 我想了解永遠是協助孩子的第一步 只要我們大人願意敞開我們的心胸 就能夠聽見孩子內心的聲音 謝謝你的收看 健康新知 祝你健康平安 我們下次再會